记者翁玉黄新北报道,58岁的蔡幸妇人有定期血肾的病史,因如此发现血尿,前往双合医院就诊,经仪器与切片检查,确诊蔡妇罹患尿路上皮癌,为避免癌症转移复发,以达文西手臂进行泌尿系统全切除手术,病人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床,恢复状况良好。 双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高伟唐说,依蔡妇的病症需切除器官包括双侧肾脏,收尿管,膀胱,子宫,脊骨,盆腔,淋巴结,整体摘除器官位6至7公斤。 若依传统手术开刀范围需从胸骨开至尺骨,伤口约20至30公分,手术需耗15至10小时,术后需两天后才能下床。 因应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,蔡小姐选择达文西手术,达文西手术后15小时以内,同时伤口仅5个个月一公分的小洞。 总伤口面积仅5公分,手术出血量约500cc。 不仅伤口小,疼痛较少,出血量少,术后也不必担心去定期追踪的问题。 据台湾医学会统计,台湾罹患尿路上疲癌的病人每年约新增1000例,发生率为美国的5倍以上,也比日本、新加坡、菲律宾等国高出4至5倍之多,且国外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2倍。 高伟唐表示,台湾不仅发生率高,在性别比较少,女性依较男性多,女性发生率为52%,男性为48%,尿路上疲癌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病人的5年存,活率可达9成。 因此他建议,血尿是身体发出的一种警讯,民众因紧速前往密尿科就医查清楚原因。